2023年11月12日上午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沃尔顿堡海滩 当地警方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报警电话 报警人称 他的男友22岁的杰克逊 在前一天晚上开走了他的汽车并拒绝归还 现在还发了一张照片来威胁他 上面是杰克逊正拿着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指向他的汽车 不久后四名陷阱赶到了现场 这是一号女警员贝斯的画面 当他向报警人这位穿黑色上衣的女士了解情况时 对方的男友也恰好来到了现场 在经过了简单的搜身后 警员并没有在杰克逊的身上发现任何武器 但他开走的那辆车也没有在报警人母亲的家中 随后警员们给杰克逊戴上手铐 将他关进了巡逻车里暂时拘留 贝斯警员则拿出了一份调查表格 让女士填写 在此期间 这位报警人还向警员展示了杰克逊发来的照片 报警的女士告诉警员 嫌犯杰克逊有很多把枪 并且还加装了消音器 这种装置在佛罗里达州是完全合法的 同时也非常容易购买 随后贝斯警员将情况告知了同事 就是前面的这位杰西警员考虑到刚才的搜身不够仔细 杰西警员准备返回巡逻车 对嫌犯杰克逊进行二次搜身和询问 此时杰克逊正戴着手铐坐在警车的后排 而旁边的树上正埋伏着一只狂暴的松鼠 杰西警员一边大喊 一边向后翻滚躲避 但刚才并没有任何人开过枪 他听到的只是向果砸中警车的声音 雖然杰西警员从未被击中 但也许是撞击地面的疼痛感 或是肾上限速在起作用 他认为自己被车内的杰克逊击中了 于是警员立即向巡逻车清空地淡下 随后感到自己被击中的杰西警员 艰难地爬向了一辆车的后面作为掩体 我们再换回到一号警员贝斯的画面 从他这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向果掉落的声音 贝斯警员没有犹豫立即拔出手枪进行了射击 虽然他的同事就在自己的火线上 随后毫发无伤的杰西警员主动倒地 并爬向掩体 就好像是被击中了一样 Jesse,让他回来 他在车车 车车车车 43,给我给我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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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了 一直高度紧张的杰西警员终于感到有些奇怪并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名警员在事后的调查报告中称 当他走向警车准备开门时 突然听到了消音武器的枪声 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右侧和腿部被击中 于是他立即朝着枪声来源的方向 也就是车内的嫌犯杰克逊扣动了扳机 但通过慢放的画面可以看到 警员听到所谓的枪声 其实是一颗砸向警车的相果 这位女士刚刚还在指控她的男友 但现在又愿意冒着枪林弹雨站在旁边 不久后两名寻找被盗车辆的警员赶了回来 同时更多的增援也陆续赶到了现场 猜骰警员 鸡牙 住垫 住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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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ßer 告别等 好 本当ơn 随后大量增援靠近了杰克逊所在的警车 虽然两名警员共射出了30发子弹 但车内的杰克逊并没有被击中 他非常幸运地夺掉了所有子弹 之后杰克逊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并被带到牢房里关押了几个小时 警方在案发地点的三英里外 找到了他开走的那辆车 最终警方撤销了对他盗窃车辆的指控 杰克逊后来在社群媒体上发文称 我当时能做的只有弯下腰装死 以防止头部被击中 他还写道 我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上帝 很幸运我没有被击中 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心理创伤 据悉杰克逊已经和多位律师取得联系 准备对当地的警方提起诉讼 枪击事件发生后 两名警员立即被安排了行政休假接受调查 其中杰西警员在2022年加入执法部门 他曾在美国陆军服役近10年 共两次被外派至阿富汗 有很多人认为 他是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 还有网友幽默地评论道 他的反应就像是一只狗 被自己放的屁吓到一样 在经过了大约两个月的调查后 奥卡卢萨县警长埃里克表示 非常庆幸杰克逊先生没有受伤 我们并不认为杰西警员有任何的恶意行为 尽管他没有正当的理由开枪 但我们相信他是感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最终当地的检察官在2024年2月宣布 没有发现两名警员有任何的犯罪行为 也不会对他们提出任何的刑事指控 据悉 杰西警员早在案发的一个月后 便选择了主动辞职 现在他已经摆脱了指控 这意味着他可以换一个地方 继续从事执法工作 对于本次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